FM0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口蒋伟文 今天是2023年6月25号 It's a Sunday 是个礼拜天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夏天一到 大家是不是觉得 减肥的时候到了 因为你知道秋冬的时候 都可以穿很厚厚的衣服 然后多加件衣服 甚至加件外套 好像就把自己的肥肉 藏得好好的这样子 夏天呢 热得要命了 就开始要穿T恤 穿了短裤 发现自己 好像又到了减肥的时刻了 为什么每一年 这个巡回 就夏天一到 就又来一次 我觉得减肥不难 但是怎么样维持好身材 这真的是很难的 好像一辈子 就在追寻那个课题 那当然以前 一直有一个领悟 就是说 其实真正维持好身材的人 他们就是 找到一个 自己很热衷的运动 或者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一种饮食的方式 而且可以做一辈子这样子 像最近呢 我觉得在我身边 有一个减肥最成功的人 就是我 我们家的蒋夫人这样子 她已经 因为之前呢 我有一阵子 常常减肥成功 这减肥成功 瘦身成功 对我来讲不是难事 甚至有什么 五天断食法啦 或是168啦 很多很多方法都试过 然后也常常都成功 但是没有办法 维持很长的时间 生命 总是要找到一种出路 就是想要再吃点东西 想要回复到自己比较舒坦的样子 但是我们家蒋夫人呢 我去总结一下她瘦身成功的 而且维持下来的秘诀 我发现她整体来说 也不过就瘦了8公斤左右 但是8公斤就很多了 对个女生来讲 就整个瘦身就 因为我觉得她瘦身成功的那一阵子 我觉得也还好嘛 因为我常常瘦身成功 可是她一直维持都一年多了 都还是保持很好的身材 然后我总结 我发现是因为她找到 她很喜欢的运动 第一种是羽毛球 她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一个礼拜 至少打个一次到两次 而且参加那种团打 然后从一开始呢 我跟她打羽毛球 我觉得非常无聊 因为她每一球都接不到啊 然后我又不能打太大力 然后我杀球杀过去 她又不开心 就是每次都喂球而已 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就是去喂 我是喂球机器这样子 然后觉得其实跟她打羽毛球 有点闷这样 只要打难度高一点 就觉得好像接不到这样 然后可是呢 现在一年过后 她每一个礼拜都去打羽毛球 然后参加教练课这样子 现在我跟她打羽毛球 哇我会冒一身汗 而且她会 变成她在喂我球 你知道她打左打右 打左打右 打左打右 我就跑的了 我全场跑的 事实上我每次想要去 要跟蒋芬打羽毛球的时候 我就想说哇 有一点觉得说 我要保持好的体力 因为我觉得 这一场打下来 跟打篮球差不多 就是会冒整身汗 而且有时候 我们都打一个小时 你要租场地 租场一个小时 有时候打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有点气喘吁吁 可是我又强忍的 不要露出来 因为我不想要第一个开口 说我们喝点水 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想等到她说 就没想到以前 都是打15分钟 她就说要喝点水 休息一下 现在有一阵子 她打半小时之后 她才会说 我们喝点水 休息一下 现在她可以打整场 打到一个小时 都快结束了 她也没有那个累的迹象 反而是我 强忍自想 想要休息的那种心态 不想要服输 你知道 所以我发现 你真的要找到 自己很喜欢的运动 但是光打羽毛球 也不能 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心肺运动 我发现蒋夫人 最近又爱上 另外一种运动 也做了一年了 什么运动呢 这个是比较少女生参加 然后一开始 我也觉得 她只是去玩玩 没想到 她可以持续这么久 她参加了团体拳击课 然后都是女生 去打拳击 然后一开始 她去回来每次 一开始在家里 你在教练教完以后 你回来 她就会练给我看 然后一开始 甚至于 我觉得有点可笑 就是她出拳的发力点 跟就是挥拳的知识 我觉得都蛮好笑的 甚至我觉得 这个她可能练一阵子 就没兴趣了 因为真的很像门外 就是那个你知道 女生出拳 没有那个出力点 你不知道 其实是要用腰力 还有腿要用力 不是说只是 手在挥了回去而已 然后她 现在练了一年了 她每次练完回来 都会在我身上练习给我看 就啪啪啪 打我手背 或啪啪啪 打我的背 或是什么 就打给我看 一开始我就觉得 在骚痒 我说你这个 出拳力道很小 当然她后来 越来越专业 买了拳击手套 买了这个绑手的 因为你要戴拳力手套 你要保护你的手 你还要绑手 绑手带这样子 还有这个 比如说打拳机 另外一个人 又有一个护具 要接她的拳 一开始我也觉得 抱着好玩的心态 陪陪她这样子 然后让她拳头 打我身上 真的跟骚痒一样 现在一年以后 蒋夫人回来 她那个拳出之快 之重 啪啪啪啪 打我身上 我真不自觉大喊说 家暴啊 家暴 救命 真的会痛 我现在有点觉得说 不能说打不赢她 可是 她也是一种威胁 她那个直拳 跟她的左勾拳 右勾拳 她那个出拳的准确度 跟发力点 就是对我来说 是雨量 虽然是雨量级的 但是也很有力 那个出拳的那个力道 跟男生差不多了 现在我觉得 她可以保护我 我觉得 至少可以保护小朋友 保护自己是绰绰有余 那今天重点是 她找到这两个 她喜欢的运动 我还问她说 你真的是蛮 就是说 不管她多累 那一个礼拜 她多忙 多累 她一定不会放弃 去参加这两个课 羽毛球课 跟拳击课 然后持续的这样做下 然后她真的喜欢上 这两个运动 然后变成她 心肺运动 然后你练拳击 其实你的 会长蛮多肌肉 我都发现 她的手背 跟她整体的线条 都变得更好看了 所以说 我觉得要维持减肥的瘦身的成果 绝对是要有一个 你可以喜欢的运动 你可以做一辈子 然后你可以让自己更好的 让自己变成一个习惯 然后我现在还在找这个运动 现在开始 我就跑进健身房了 希望开始 先做我喜欢的重量训练 然后 然后呢 我也想去抱拳击课 那不是说我特别爱她 我觉得我要保护我自己才行 免得输给蒋夫人 这个暑假 再开始一次 瘦身减肥 算是一个训练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自己喜欢的运动 维持一个很好的身材 祝大家 这个暑假 激励大家瘦身成功 好不好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讲工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讲工来说菜 好了天气热乎乎 有时候想吃一些凉菜 或者是有时候想吃味道 稍微重一点点 这样子会觉得食欲大开 那么有一道菜呢 我就特别喜欢在夏天做 这道菜也是吃不腻 经典好菜 叫做金酱肉丝 金酱肉丝 不管是配饭吃 或者是家里有卷饼 把它卷起来吃 或者是搭配 像现在其实很流行 去买美生菜 直接把金酱肉丝包在里面 所以你外面是蔬菜 然后里面是肉 然后这样吃下去 也比较少淀粉 然后饱足感也很够 然后在夏天吃起来 有点像虾松的吃法 但是是把金酱肉丝 当做虾松来吃 这样子 这样吃法也蛮不错的 那么这一道金酱肉丝 我们就来参考 我这一本 讲工厨房一生必学的 一百道经典家常菜 讲到这个经典家常菜 我觉得金酱肉丝 绝对是要收入在里面的了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就去买 到处都可以买到猪肉丝 猪肉丝 去超市买猪肉丝 它是用机器切的 所以说比较长短不一 然后有的比较厚 有的比较薄 然后有的还粘在一起 当然你也可以去超市买 但是你稍微还要再处理一下 就是把粘在一起的 把它分开来 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 就比较方便一点 不管是买里肌肉 或是梅花肉 你就把它切片 然后切等长的长条形 而且形状也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我自己本身都是买里肌肉 大里肌这样 然后切片 然后再切丝 然后就把它抓入腌料 这个一定要抓腌料 先腌制一下 腌的方法很简单 加一点点盐 比如说你是买 我们说比如说250克 快要半斤的猪肉丝好了 切成猪肉丝 快半斤的猪肉 切成猪肉丝 你就加一小匙的盐 然后撒点胡椒粉 然后一大匙的米酒 再加大概半颗蛋液 全蛋液打散以后 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它抓腌一下以后 把那个蛋液吸收进去以后 你再放一大匙的太白粉 把它做一个保护膜在外面 通常把它抓匀以后 就把它腌在旁边做备用 然后其他的食材 就把它稍微切一下 比如说姜 就把它切成姜末 然后青葱 这里我们是用青葱丝 金酱肉丝 因为你可以用小黄瓜丝 也是可以 然后我这边是用葱丝 就是把所有的青葱 都把它切成丝 如果你觉得切葱很麻烦 你可以切小黄瓜 先把小黄瓜切片 然后再切丝 你可以把里面囊去掉再切 这样会更清脆一点 但如果说你最后这金酱肉丝 你要包美生菜来吃的话 那你也可以根本就不必 加小黄瓜丝 或者是青 这个青姜 青葱丝 直接放美生菜 你包着吃 像虾葱一样吃也可以 然后另外呢 就是调味料 调味料的部分呢 去买这个已经调好味的甜面酱 然后加一点番茄酱 一点酱油 一点米酒 一点砂糖 然后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 那刚刚腌好肉丝放旁边 我们先把锅子热了以后 热了以后放一大匙到 最好应该是两大匙 对不起 油要稍微多一点点 因为你这边有快要半斤的肉丝 锅子热了以后 放两大匙的食用油 然后呢 因为已经锅子热了 所以油一下去 就可以把肉丝放进去 肉丝放进去 用中火 那筷子呢 把它很快的把它拌散 拌散 然后把它弄到变色 把它炒 炒到大概八九分熟 只要一变色 就很快的把它翻炒一下 然后把它拿出来 把这个肉丝先把它取出来 放旁边备用 那原锅 锅子里面 再剩下那么一点油 再把这个 这个姜末放进去 让姜末的香气出来 然后姜末一下去的时候 这个火要关中小火 因为刚刚锅子已经够热了 关中小火姜末下去 闻到姜末的味道以后呢 就把所有调味料放进去 这一条味料是 甜面酱1.5大匙 然后番茄酱1大匙 酱油1大匙 米酒2大匙 细砂糖1大匙 水1大匙 那么这些调味料 你可以在旁边先用一个碗 做成一个碗汁 先把它调好 调好以后呢 锅子里面闻到这个姜末的香气 就把这整碗汁调好了 混匀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在锅子里面 把它用小火把它煮到 这是有点起泡的感觉 然后这时候就把刚刚 这个炒到变色 然后八九分熟肉丝 这时候再把它丢进去 让这所有的这个酱汁 裹在这肉丝上面 因为我们肉丝有抓烟一大匙 太白粉嘛 所以进去以后就有一点 有一点勾芡的感觉 这个酱汁也比较容易 扒附在这个肉丝上面 直接把它炒到收汁 然后这个酱汁呢 全部都挂在我们肉丝上去的时候 最后还可以盯一点点的香油在上面 让它比较亮一点点 然后就取出来 可以把它铺在小黄瓜丝上面 或者是你切好的葱丝 那这葱丝的话 我这边是教大家青葱丝 不管是绿色的或白色的 你最好是泡在这个冰水里面 让它卷曲了以后 然后再把它沥干 然后把它铺在盘子下面 然后再把刚刚炒到收汁的 这个金酱肉丝呢 再铺到这个青葱上面 最后放一点红辣椒丝 在最上面点缀就OK了 那这个金酱肉丝就像我说的 很简单很快速的做好 然后配饭吃 或者是拌面吃 或者是直接把它包起来 像虾松一样 包每生菜来吃 都很好吃 在家里一定要试试看 尤其这个夏天的时候 这个滋味非常棒 非常好吃的这个金酱肉丝呢 特别谢谢我这本 一生必学的100道经典家常菜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那飞明令三 中广流行王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每次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 这个备料 这个每次下锅 第一样事情 可能就是先把一些 辛香料放进去爆香 很多刚做料理 说我要把它爆香 可是我以前刚做料理 其实不太懂 什么叫爆香 爆香大概做什么 因为这些食材本来就很香 对 每次放在锅子里面又很香 但其实我后来发现原来爆香 是把这些香气注入到油里面去 然后用这个油 有这些辛香料的香气的油 再去把你的食材煎熟 然后你的食材就会 因为有这个油里面有的香气 所以食材就会有 很香喷喷的味道 所以说其实香料或辛香料 对料理来说 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甚至于以前 很多地方可能因为香料 还打起仗来 或者是以前很多的香料 可能是当做黄金 或者当做很有价值东西 来做交换或买卖的 现在当然很多东西很普遍 大家要取得很方便 你说简单来讲 胡椒以前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甚至拿来进贡给皇帝的都有 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这一本 非常厚的一本书 餐桌上的香料百科 只要提到百科 就觉得作者是博学多文 因为要出这么厚的一本书 一定要这个我觉得要当过老师才行 我们今天就要欢迎 这个交过无数学生的 我们的林博优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博优老师当你拿到这一本 这个The Spice 餐桌上的料理百科这本书 因为这本已经是你们的 卖得非常好 畅销真定版了 2023年 所以之前 因为像这么大一本百科 我觉得大家喜欢做料理的人 或者想要做料理的人 都觉得买一本非常CP值很高 每个香料都聊到了 甚至你这本书里面 是把它分类 好像是有台式的 比如说九层塔 就是台式大家很明显 或者是也有这种南洋的 日料的 印度 印度销料特别多 香料特别多 还有欧美的 欧美也是很多香料 没有错 大家可能会 有时候大家就为了方便 就买那种综合香料 可是你仔细看综合香料里面 也很多 什么奥利刚 石螺 或是什么 大家可能西洋琴 荷兰琴 这种罗勒 一大堆 就是该用的 像老师 你以前在学校教学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开这种香料课 学生们要特别去学 不同的香料 怎么运用 怎么保存 然后去真的去闻它的味道 怎么去使用 是 在学校我会分 我们一般都是学西餐 那西餐一定是包括 就是欧美香料 那我其实不会去开特别的香料课 因为我觉得那个学生 我觉得应该也是搞不懂 对 那在我们会划分南洋跟西式料理 那中式这区块就就由那个 中式的那个中餐老师去去教导 这样子 那感觉如果特别开一门这个香料课 像你这本书这样 这本就当教材 对 然后里面分门别类这样 然后每一堂课就是学习 不同地区的香料 学生们把每个香料拿起来闻 然后拿来食用 跟不同食材做配合 因为有的香料好像也不是 比如有的比较适合白肉 有的适合鱼 海鲜 或者是红肉 或者有的就来做蔬菜 也非常棒 对 所以说这些香料 其实如果单独来拉出来 做一堂课 或是几堂课 我觉得会很受欢迎 据我知道台中 某一所大学的教授 有用我这本书 是不是 对对 有有有 他们是专门开香料的课程的 对 老师这本书 因为它涉略蛮多的 对 蛮多 而且这次增定本 好像又增加了不同的一些 就是菜色在里面 对 是在增定本来讲说 是增加了什么呢 在增定本里面 我们有增加中式的料理 其实香料都是一样的 是 对 然后我们有增加中式料理 印度的料理 还有日式的料理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香料 先讲一些名字 大家可能就会 会讲 原来这些香料 你可能耳熟能详 或者也没有听过 比如说在欧美料理的 香料日常里面 大家可能常听到 比如说 鼠尾草 然后芝麻叶 对 然后呢 比如说什么 薄荷 肉桂 香草 辣根 辣根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 辣根其实是radish 不是radish 那个叫什么 对 他也是一种radish 他是比较 他会使用在什么 有点呛辣 对 等于说欧美的山葵的感觉 对 那通常 通常你到了那个美式餐厅 我们在沾牛排 我们在沾牛排 可能会沾 沾那个 那个 那个 辣根酱 因为他比较算是 温香 温和的呛辣 他不会像那个 像那个什么 哇沙比那种辣 没错 那么呛 但是像这里面呢 欧美的香料 就比较少听过 比如说金莲花 或是玫瑰天竹葵 或者我自己也没看过 比如说 还有什么 蒲公英 我并不知道 蒲公英可以拿来当做 它是一种香料 是 它其实 它是一种香料 那其实 蒲公英在中式料理也有 他们 以中式料理的话 以中药 他会把蒲公英 晒一晒 对 来做 可能养生用的 所以这本书 其实蛮包罗万象 然后再来 我刚刚其实在广告 问一下老师 老师说 其实你还蛮懂 南洋料理里面的香料 对 没有错 比如说南洋 我们常用的 像我们常 中式就用姜 可是南洋 就用到南姜 是 其实不是说 很多人会用到南姜 南姜跟姜的使用上 最大差别 南姜的话 南姜它跟姜的味道 姜的味道是比较 比较 姜的味道比较新的 比较新 比较新 那南姜的话还好 那其实在台湾 在台湾南部啊 有人拿那个 那个番茄来沾那个酱油 我不知道那个 韦文有没有听过 我吃过 对 那是用姜 那个姜粉 里面是剁南姜 那就是剁南姜 那就是南姜 所以大家其实都吃过 对 其实都是吃过的 因为现在料理的香料 都是很 就是现在是无国界 料理无国界 老师 你这样讲没错 我以前在吃那个 番茄姜 价延无高 它会有姜在那边 对 那个是南姜 对 我就觉得这个姜 怎么不太一样 对 这个就是南姜 对 那个就是南姜 好 那这个南洋里面 大家用姜黄 还有罗旺子 大家其实常听 罗旺子 可是不见得知道 说罗旺子 它是最主要的特色 它是一个酸的味道 酸 其实它是一种果实 对 有点像 我看他们都会做 罗旺子汁 有点像酸梅汤一样 对 咖喱叶 蓝姆叶 或是香兰叶 这些都是南洋的 柠檬香茅 是 或者是月桂叶 你是收入在 月桂叶是把它收入在 南洋这边 其实西餐也有 南洋也有用 因为我看很多西餐 不管炖什么 熬什么东西 丢两片月桂叶下去 对 可是你丢月桂叶 你可能就是 你丢少还好 你丢多了 会产生一种苦 那种味道 就是有一点苦苦的 所以说不要放太多 对 不能放太多 甚至我看人家 就炖好了以后 比如说再要放冷藏的时候 你会把 一定要把月桂叶挑起来 对 所以它有它的道理 不然它会发苦在里面 是不是 了解 好 那其实这本书 还有台式料理香料 大家来看一下台式料理香料 大家最普遍的 八角一定有 八角 甘草 然后我觉得这特别收入了台湾原生的 比如说马告 马告 马告 这个可能要到比较 就是比较 比较偏 山上的 山上的 买得到 对 比如说我吃个 现在也会有马告香肠 马告鱼 马告其实就很像原住民的胡椒 黑胡椒 它有一种特殊淡淡的柠檬的味道 还有乡村 是 对乡村 然后赤葱 赤葱 土肉桂跟肉桂有什么不太一样 肉桂 土肉桂 基本上在料理的话 肉桂 土肉桂的 要看它的那个叶子 通常土肉桂是拿 通常是拿来泡茶用的 对 所以这真的蛮多的 比如说台湾还有最代表台湾 比如红葱头 是 这料理没有红葱头 就很有那个台湾的味道 桂皮 花椒 香菜 九层塔 这些大家都常用 对 山奈 我以前也曾经用过 可是我完全忘记 用过一次 山奈我就忘记说 这山奈能做什么 山奈你说在这个餐桌里面 或在料理面会带来一种南国的风味 是没有错 是很特别的 我们有吃过那个 那个港式料理 有在那个叉烧肉 没错没错 我就在做港式料理的时候 师傅叫我去买山奈 山奈是什么东西 叉烧肉里面一定要加山奈 少了这个山奈 就缺少那个叉烧肉里面的 某一种味道 对 在这边如果大家能使用到山奈的话 这边特别有教大家 怎么用山奈烧烤梅肉 就是梅花肉 就有点像港式料理这样子 今天我们聊的是这本餐桌上的香料百科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林博优老师 待会广告过后 我们的美食冷知识 也让林博优老师 我们来问他一下 有关于香料方面的有趣的知识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M令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聊的是 餐桌上的香料百科 请到的就是百科全书 我们的林博优老师 这本厚厚的书 就由他来负责编写 里面所有料理都由他来下厨来做 而且遍布了全世界各国国界的料理 真的蛮厉害的 今天我们的美食冷知识 刚好就跟香料有关了 林博优老师 这是有趣的 我们来问问看老师 对这个这一题有没有什么感想 好不好 这个我们来请问一下老师 这个我们大概知道 咖喱最著名的好像是来自于印度 印度 但是事实上呢 咖喱这个字 Curry 其实据说不是由印度来发明的 咖喱呢 这个字我们来问老师 是由哪个国家发明的 一英国 二泰国 三日本 你觉得咖喱Curry 这个字 是由哪个国家发扬光大的 英国 英国 日本 或者是这个泰国 对就是英国泰国日本 你觉得是 因为日本有咖喱块嘛 是 有没有可能是日本 然后应该说英国 英国好像也有出咖喱粉 对英国好像也有出咖喱粉 所以你觉得咖喱粉 咖喱这个字 你觉得是英国发明 为什么你的感觉 为什么是朝英国走 为什么不是泰国 泰国的绿咖喱跟红咖喱 也很有名 是的 他们 其实 没有就问一下老师 你的推测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往这边去推测 就从前英国好像也很喜欢 殖民过印度 他们殖民过印度 对 那我想说因为英国也有咖喱粉 对 那你就想说应该是应该 应该是英国 老师这个猜测是没错的 其实因为英国 曾经在殖民过印度 我刚刚讲的是 像大家都听到咖喱 就会想到是印度 印度跟咖喱 Curry就等于等号了 事实上在印度 他们在香料店里面 他们是没有所谓的咖喱 除非你到了他的观光区 观光区 他为了卖观光客 他说这是咖喱 事实上他们叫做 这书里面也有写到 叫做格拉姆马沙拉 格拉姆马沙拉 马沙拉 马沙拉就是他们所谓的 辣味香料粉 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咖喱 对 那对他们来讲叫做马沙拉 马沙拉就是把不同的香料 叫组合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变成他们每个家庭 喜欢使用的东西 那当时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把这样子香料粉 卖到英国去 因为有那种异国的风情 但他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那马沙拉就感觉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推 所以商人们就想出 用Curry这个字 有异国的风情 因为Curry这个字在印度 其实也是有 可是在印度的南边 他这个Curry这个意思 是在饭上面淋上一些汇汁 这样的料理 他们叫做Curry 所以说英国人就把Curry这个字 变成推广咖喱这种方法 慢慢的日本也把它叫Curry 泰国的菜只要有这样淋着上面 有这种香料粉的汁的 我们也叫Curry 都叫做就叫咖喱 但是其实事实上 印度是没有Curry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Masala 就是所有的这个香料粉合在一起 所以你到印度去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他有在卖Curry 在卖咖喱 那应该是观光区 就特别卖一个观光客的 但是在这个 根据很多记载 当时在伦敦 以前在18世纪 是在伦敦吃到Curry的话 还是相当时尚的 因为是异国料理这样子 好的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一本 餐桌上的香料百科 这个我想请这个博优老师 是 我们来看看台湾的这个香料 很特殊 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原住民的 Macau Macau这个这样子的味道的 是类似黑胡椒 可是又不像 它可以拿来做什么样的料理 好 其实我在我这本书里面 Macau是用来做如鱼汤 那其实Macau Macau可以代表我们台湾的香料 对 那好买吗 应该现在很好买 可能也要到 靠近山区 或者是在网路上买也买得到 网路上买得到 对 因为曾经也有一些厨师 他来我们现场 他有做了Macau料理 是 那我以前出外景的时候 也吃过Macau Macau它其实虽然长得 很像黑胡椒 一颗一颗的 但是它跟黑胡椒的味道 也不太一样 它多了另外一个味道 对不对 是 它的味道有淡淡的 柠檬的香气 所以说 所以说你 你汤里面 你要放黑胡椒 白胡椒是OK的 可是你少放了 就是少放了这个Macau的味道 就是做不出来 Macau的鲁鱼汤 对 所以它算是很代表 我们台湾原生的一种 很特殊的一个香料 对不对 这也是我看老师 有特别提到 它可以做 马告鸡汤 可以做马告 丝瓜 马告这个 蛤蜊丝瓜 这个很特别 因为蛤蜊丝瓜 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 但是加了马告 因为好不容易弄到 一袋马告 应该就要多多利用它了 那今天老师教大家 怎么做马告 鲁鱼汤好不好 好 那里面香料一定是马告 还有老姜 要准备那个胡椒粉 那鲁鱼的话 鲁鱼的话 基本上你去超市买 就是买那种 它杀好的一整尾 一整尾 老师我们买到的马告 大部分都是 干燥的马告 还是会是新鲜的马告 应该是干燥的 干燥的 干燥马告 在食用上 我们要做什么样准备吗 干燥的马告的话 我会做的话 我会直接放 我会放在干锅 稍微烘烤一下 它的味道会 更明显 更明显 对 OK 好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马告鲁鱼 它怎么做 好 那还有大白菜 还有竹笋 炒菇 朝天椒 还有最主要 还要放一点 山花奶水 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山花奶水 可是这个 很多时候 我们看那个白汤 对 就是会加一点 山花奶水 对 但是里面有奶香味 这样子 喝起来就多了 一个奶味 这样子 对 好 那做法呢 那鲁鱼取肉 鲁鱼 我们把它的那个 菲力 就是它的肉 把它取 这个 这个麦鱼的老板 也可以帮你做 对 你可以 可以要求 那个麦鱼老板 帮你取肉 把它取出来 那骨头呢 请麦鱼老板 帮你剁一剁 剁一小块小块的 好 那鱼肉 鱼肉的话 你回去 你自己都切片就好了 是 自己切片就好了 大白菜 切丝 笋呢 我们把它切成笋角 老姜 切片 那炒菇 你可以用新鲜的 或者罐头的 那一般新鲜的炒菇 很难买 那我们就买罐头了 炒菇 好 老师那个 如果说大家真的买不到炒菇 当然啦 你马告都买到 我相信炒菇也不难买啦 是 炒菇其实新鲜 在传统市场有时候买得到 买得到 可是它是比较不好保存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我觉得用蘑菇也可以 蘑菇也可以 蘑菇也不错 对 蘑菇也可以 好 那有吃辣的 你可以放炒天椒 可是这一道菜 这一道菜一定要有一点点的辣辣的 辣味 搭配那个马告的 柠檬跟黑胡椒的味道 对不对 那炒天椒我们就拍过就好了 短短的炒天椒 那好 我们准备锅子里面放一点家里面用的油就好了 那不要放橄榄油啦 橄榄油比较不适合 就有点抢味 对 就普通的种子油 好 那我们先把老姜先煎香或爆香 对 再放鲁鱼的肉下去煎 两面煎上色之后 我会把那个鲁鱼先取出来 那再放那个鲁鱼的骨头下去煎香 那再来放水 那水放多少 盖过鱼骨头就好了 盖过它 不要太多 可以多出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马告 朝天椒 下去熬煮 大火煮 煮开之后转小火 让它熬25分钟 那25分钟之后过滤 那那个就是它的汤底 那再来就是加盐 胡椒调味后 再把刚才切的大白菜丝 笋饺 还有炒菇片 鲁鱼片 那个马告 再丢树立下去 差不多三四颗下去 让它再煮一下 煮熟之后 最后再加桑花奶水 让汤的颜色更浓郁 这样子 马告鲁鱼汤听起来蛮容易的 但是有几个重点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这个老师 再提点大家一下 那个刚刚流程是这样子 如果你都写下来的话 回来再提点一下重点是什么 马上回来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王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刚刚我们正在问这个 柏佑老师 有关这个马告鲁鱼汤 因为后面会加点山花奶水 让这个汤色更变白一点 但是鲁鱼 因为我们已经有骨头了 我们煎过以后 好像甚至 有些老师会教说 这样子是不是 我可以把它煮出白汤来吗 可以 要怎么做呢 要用大火下去熬煮 它的那个里面的 那个蛋白质就会跑出来 所以要滑 因为你这边要熬煮25分钟 对 所以是不是我那个鱼骨 煎到有焦香味出来以后 加滚水进去 大火去熬煮它 滚的去煮它是不是 对 要用滚的 你不能用慢火 好 所以说如果说 你买不到山花奶水 这样做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把煮出白色的这个 就是汤来的 对 乳汤出来 好那老师 你这边的马告 你前面加了一点 后面又加了一些 这个差别前后差别在哪 好 那前面是把它的味道熬在汤里面 是 那为了让它能看到马告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丢几颗马告进去 后面是为了这个好看 对 好那 因为那个马告蛤蜊丝瓜 我觉得大家也蛮有兴趣 但是蛤蜊丝瓜大家都会做 那请问马告是什么时候下去呢 它跟那个爆香 那个姜啊 葱啊 一起放进去 你后面丢的话 因为这是香料嘛 对对对 哦懂了 所以说这一本这个餐桌上的香料百科 当然它会告诉大家各式各样香料怎么使用 是 怎么下的顺序了 但是大部分香料都是在爆香的时候就可以下去了 对没有错 了解 那所以说刚刚教的是马告鲁鱼汤嘛 那这边还有一个马告鸡汤 差不多也是一样做法 大家鸡汤都会煮 对 但是这个马告就前面一起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是 煮出它的味道来 对没有错 好 可是那个马告鸡汤 你那马告稍微要拍一下 嗯 哦为什么呢 因为你鸡汤的时间会比较久 哦 而且它放的水 水是很多的 两公升 比如说我像我这一道 这一道那个马告鸡汤的水是两公升 是 对 所以说煮比较久反而要把它拍开来 对 拍开来它味道才会出来 我以为是煮时间比较短的话需要把它拍开来 哦 比较久 比较久反而要拍开来 拍开来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它其实马告它是包在里面的 对 很硬 是 就是跟胡椒一样 胡椒你没有把它拍一下 是 它的味道不容易出来 嗯 那我们刚刚那个鸡汤是因为你把它煎过的关系 对对对 是把马告煎过 是 所以一个是用煎的 然后在里面煮 另外是把它拍开来放鸡汤里面煮 对 大家都可以来这个 大家就可以来试试看 好不好 是 谢谢我们的林博威老师 这一本餐桌上的香料百科要讲呢 可能要讲 大概一个月都讲不完 这本实在太厚了 是 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可以好好来运作一下 吸收更多的香料知识 谢谢 不会有 谢谢 讲座厨房我们下载见 拜拜